我朋友就是用这个方子 昨天居然做了100个披萨 真的是把我给震惊了 所以今天必须给你们分享一下 这个也是我们家孩子非常喜欢的 早上当做早餐 真的非常的方便 做法呢也是非常简单 不需要煮湿机 用手揉就可以 披萨饼皮的配方就是屏幕上这些 我今天面团的量 可以做11个4寸迷你披萨 如果饼皮擀得更薄一些的话 可以做到15个 揉这个面团没有太多的讲究 跟揉包子馒头的差不多 面团的状态 我们看一下表面 只要是光滑的就可以了 面团揉好以后 我们需要等分成11个小剂子 具体饼底的厚薄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定 每个剂子繁原以后 需要盖上保鲜膜 松弛15分钟 松弛好的面团 我们需要将它放入到一个4寸的纸托中 再用手慢慢地将面团推开 也可以直接拎好之后 再放入纸托中 总而言之 自己怎么操作顺手 用任何方法都是可以的 最终的形状 是边缘厚中间薄 再用叉子插下小孔 防止烤的时候底部鼓起 做好的披萨饼底 我们室温洗发15分钟后 需要放入烤箱 用180度烘烤8分钟 做披萨的食材 按自己喜欢来就好 打底的披萨酱 我用的是自己做的番茄肉酱 具体的做法 可以翻看一下上一篇笔记 第二层 需要撒上满满的马苏里达芝士 第三层可以放些开胃的洋葱和酸黄罐 主料我用的是虾仁 香肠和鸡肉 最后面上再撒上一层厚厚的满苏里达芝士 就完成了 这个时候笔萨就可以放入保鲜袋中 放冰箱冷冻保存了 如果觉得保鲜袋成本过高的话 也可以用保鲜膜来包 只要保证能包紧实不散开 用什么方法都是可以的 冷冻的话可以保存一个月哦 平时吃的时候无需解冻 放入烤箱中 用210度 烤个15分钟就可以了 或者有时候芝士像我一样 后面来放也都是可以的 自己做的迷你披萨 不仅健康 而且限量满满 真的特别的好吃 当妈妈的 赶紧安排起来吧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曼曼 我们下期再见吧